來鼓 是很乾的 頂多是明天的清晨跟晚上 東半部地區會稍微有點雨 但我們剛剛說了 這雨下得不大也不久 不用留意 那農務部分就要比較注意了 氣象局特別發布農務特報 在部分區域像是基隆台南 甚至部分地方的能見度 不到200公尺 行車上面要特別注意安全 以及今天有些人出遊 可能會往南部走 南部地區亮起了 橙色的空氣品質警示燈號 這代表對空氣敏感族群 就要比較留意 口罩戴著自己的身體狀況 也要留意咯 那我們剛剛有說 228連假普遍三天的天氣狀況 都是不錯的 您看各地回暖 那東部北部地區 偶爾會有一些雨勢 另外就是西部 金門馬祖地區 要注意有霧的部分 溫度方面普遍來說 都是舒適的 所以提醒大家 除了中南部可能早出晚 規要比較留意 輻射冷卻清晨影響 其他地方白天溫度 普遍來說都是回升的 做一些簡單的小叮嚀 您看像是 預估明天的時候會有一波 若東北季風影響我們 所以北部的溫度稍微降一些些 但不會到太冷 但是後天 禮拜日 禮拜一的時候 溫度又回升了 你看東北季風減弱 所以高溫會再提高 像北部的高溫 甚至可能來到25到27度 那南部甚至是27到29度 甚至於30度 那今天出門之前 我們簡單帶您來看一下 今天各地的天氣 像是北部地區 今天高溫 像是台北市 大概落在21度 其他地區平均都落在15到21度左右 另外中部地區您看 低溫大概是14 15度 今天清晨有些地方比較冷 因為輻射冷卻的關係 不過您看 降雨機率普遍都是低的 所以滿適合安排 大家今天出遊去 那高溫大概落在20到23度 還有南部地區的話 高溫大概落在23到27度 低溫方面我們一樣提醒 清晨會比較涼些15到16度 如果是早出門 尤其是爬山去 上山去到海邊去的 要比較留意 溫度比較低囉 那東部離島地區 離島地區就要比較注意 我們剛好特別提醒是 農物特報 有一些航班可能會受影響 滑東地區也滿適合出遊 頂多偶爾有一些零星水汽 以上這一節氣象資訊 時間就好